各位宇宙 非常非常 大家 很重要的 好 那 這個 我們 繼續 三個場子 來 但是有很重要 就是 雖然說 是用餐時間 可能 也不一定講得太嚴肅 但是我們時間雖然短 可是可以很有效的把 一些重要的觀念 用各個 各個角度 來給大家 加強印象 那麼就講到說 宋經的這個功德 我們推動法華期 其實自古就是有這個傳統 宋經在漢傳佛教 是一個很重要的修行 那為什麼它是一個重要的修行 其實 有些 有些傳統的佛教徒 或者是非漢傳佛教的佛教徒 甚至於還是非漢傳佛教的出家人 甚至於也曾經對我表示過 他不太理解為什麼漢傳佛教 那麼注重宋經 他說經典不是拿來研究的嗎 怎麼光這樣宋有用嗎 我聽了我也很驚訝 因為這也是同樣是漢傳 同樣是大勝佛法 但是應該可能是代表他某一種個人的意見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 有一些教派 或者像藏傳他們也有誦經 那他們在誦經還加上有一些 有一些手印來輔助觀想 都是有的 可見當然我並不了解說 這個宋經在各個教派 藏傳佛教各個教派情況是怎樣 我沒有多研究 可是我看過有這樣子 他們的宋經也很專注 可是漢傳佛教宋經 長期以來一直有傳統 那這個也有人在高僧傳當中也提到了 宋經的成就道業 跟宋咒近乎是同等存在 宋大悲咒 漢傳的這種大悲咒 不是說什麼泛黃發音 也沒有他就是宋漢傳的大悲咒這樣子 他也能得這個道業成就 在高僧傳當中都有這個紀錄 那所以呢 宋經、宋咒這些幾乎就是等同的 但是呢 宋經相對的又比宋咒來得 來得有廣泛 那麼主要就是我上一個講次講的 其實宋經就是一種聽經 那聽經就需要一些態度 一些方法 那宋經等於 宋經幾乎等於一種聽經 那麼它意義上又是怎麼個聽法 得什麼的利益 為什麼它宋經的價值這麼高 我像這些呢 都 我當然都點低的都講過 但是我是覺得 反正在用哉的這個有四個用哉的講次 那雖然時間不長 我們盡量把它相续的 有組織的把它 把這個道理再重新repeat一遍 或許可以讓更多人得利益 再來就是說大家正在用功 正在誦經 那所以呢 講這個 講這個誦經的意義功德方法 那麼應該是最應激的 我想這個呢 大家也應該同意 那好 那我們就說 誦經呢 就是一種聽經的過程 那麼它是一個怎樣子的一個 一個聽經的過程 首先我們知道 我們要是聽經的話呢 我們就是 有人講 那我們就聽過去了 然後就結束了 那聽得懂 聽不懂 你在古代那個時代 你也沒有錄音 就過去了 那你能說再思考嗎 這就有限了 小聲一點 那 但是誦經不懂 誦經是經過呢 古德的這個記憶傳承 那麼也一定程度的經過修飾 精脆化過 可能白話不一定是這樣 但是呢 重點的核心 用一個很精華的 精要的這個文字呢 給予記載 再來 他已經透過這個文字的記載 那麼透過眼 眼根 舌根 耳根 意根 身根 跟鼻根 這六根呢 並進 再進行這個 送詞 當然你要聽 聽世尊現場講經 當然基本上也 也應該是六根並行 只是插一個鼻根呢 是不是說那時候有人共襄 當然也不一定 在現場的那個氣氛 還有環境 它也是一種味道 那個味道應該是一個 很適合聽經的環境 但是平一定也是 所以說也是六成對六根的環境 怎麼說呢 那個誦經的是一個六根對六成的 全性對應起修的一個修行善巧 怎麼說呢 你想想看 我們怎麼誦經的 第一個眼睛去看經文 眼根就去看 接著呢 看了之後呢 一根呢 反應 心理上 知道這個字怎麼讀 然後呢 就第一次用到一根了 那麼就 怎麼讀 那我們就跟大眾 唸出 唸的過程當中呢 自己聽到 同時也聽到大眾的聲音 耳根用力 所以眼根舌根耳根 眼耳舌 就立刻用了 再來你要誦經 你不可能動來動去 你又不可能離開現場 喝個茶 那擦個臉 那或許可能 或許也 也不是可能 就是說 當然它會發生這個 但是基本上你沒有離開 你也沒辦法再用這個眼睛再去看 看別的事情 做別的事 所以你的聲根呢 也收射在文字前面 然後你看 眼耳舌身 再來經書本身有經書的味道 這個味道讓你知道這是經書 再來我們供養經文 那麼所謂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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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詞海會 西窑文 如香炸熱 法界蒙勳 那這個呢 是什麼 這個是 鼻根 熏香 有恭敬 有助導 有感通 有導引 我心 與諸佛菩薩 的意思 什麼意思啊 我要表達對佛的恭敬 用聲音嗎 你能傳多遠 有限 別人呢 聽了搞不好還會覺得干擾 但是呢 我用香 香呢 產生什麼 產生一種氛圍 這個氛圍是什麼氛圍啊 你想想看 去道教的民間 道廟 道宮廟的色彩去 你聞那個味道 那個他們點香的味道 你一定知道 這是豆角 那如果你要燒金子 燒明子 雖然都叫子 你燒出來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夏天 冬天 春天 南方北方 山上 山下 都市當中 還森林裡頭 味道是都不一樣的 所以鼻根 是差別的 萬象 法華經上說 這個我們 才是剛送完 才是剛送到 這個 六根清淨 男女生香 天人 共同娛樂之香 乃至於 蔣經之香 還有 同男同女香 聖人香 佛香 菩薩香 必知佛香 神文羅漢香 牛香馬香 你看看 促身香 同男同女 就促女 促男香 小孩子的香 乳臭味甘之香 還有天人之香 菩薩的香 它就是一種情境 也可以說是一種震動 能量震動 香其實就是有能量的震動 跟聲音是一樣的 它是唯鼻根的檢測器所檢測 所以香其實就是有能量震動 它跟聲音一模一樣 那它可以表達什麼呢 表達 专注 恭敬 清淨 的味道 你看你去菜市場 啊 魚腥味啊 種種沙生味啊 鮮血的味道啊 雞啊 鴨啊 乃至豬肉身上的那個血味啊 你不用講你就知道這是菜市場 對吧 不好意思啊 講一下子 兵儀館 你自然會知道兵儀館的味道 那是很濃的味道 那你在家裡煮飯菜的味道 所以你要知道味道是一種環境的表征 同時也是一種氣氛的呈現 那這些環境的表征 那是什麼環境 你就馬上收射那個心情 那氣氛的表現 那就更加的能夠引動你內心 或羊 或意 或生 或縮 或縮 或喜 或怒 或恭敬 或放鬆等等 太多這種可能性 那就用香來表達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常住也流通一些 算是還不錯的一些信眾 去產地裡自己造 可以說CP值滿高的 這些香給大家用 那就是它是鑄道之巨啊 鑄道之巨 就是鼻根 那麼你送經的時候 你一定在佛前共享 眼睛看的經文 鼻子呢 隨時有這個味道 氣氛 恭敬 莊重 清靜 寧靜 沉穩 等等的這個情境出現 欸 鼻根 你看喔 眼耳鼻舌身 接著呢 那接著呢 讀文呢 讀了那個文之後呢 隨文入貫 再次的入貫 再次的用到义根 隨文入貫 那你想 這是六根並用 那你在現場聽你四尊講經 大概十根用不上 耳根用 义根當然也會用 眼根應該用 身根用 鼻根就不一定 但基本上 當然呢 講的 《醫治法華經》上說呢 你六根清靜 當然你鼻根聞得到 但平常時候 你就坐在那裡 你大概鼻根裡面 除非就是那時候有點香 鼻根也可能就可有可無 重點在舌根用不上 你要知道舌根是很重要的一個根 你講話是必須要用意志去專注的 那你讀經你要把它唸出來 你要 你要反應很快很專注 不然刹那之間 你那個字你就頓掉 你就沒念到 所以你想想看 宋經根本就是六根病用 那用在哪裡 用在經文上 所以你就相對的 你六根就都色 你當然就容易怎麼樣 隨文入冠 那你能隨文入冠 你就可能在用宋經當中誤入道理 所以說 四真經經 四明真法 供樣如來 這送那個要王菩薩品的時候呢 咦 我們這個大師 誤入了法華三昧的前方辩 你說這句話你說有什麼大聲號道理 四真經經 四明真法 這講的要王 這是解經的人 紀錄經的人的側面上來解釋 來讚 但說要王菩薩 這是什麼呢 此生然生共佛 這裡都表達說 這樣子的用意是真經經 四明真法供樣如來 那是很不容易的 無我的狀態才能做到 因此就這樣的理解 觀文觀入之後 我們志爾大師呢 就進入到三地圓融的前方辩 所謂的法華三昧前方辩 法華三昧是一種三地圓融 要我們來看這句話的話 可能就讚嘆而已 可是對他來講 能夠引動他入定 這句話 然後誤入了法華三昧前方辩 玄陀羅尼 叫做玄陀羅尼 所以說你想 誦經 就天台中來講的話 是 慧文慧斯大師就是一路誦經 像慧斯大師更有意思 他就是在墓 墓穴裡頭 什麼叫墓穴 就是有人撿骨 把棺木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就拆開了 骨頭撿走了 結果挖出來的那個棺木的那個洞 就是墓穴 那可能有些地方他還建一個墓屋 墳墓屋這樣 可能那裡還可以避風說不定 他就在那裡沒人吵 墓墓堆 他甚至在那裡 宋經 得法華三昧 那頭 肉祭湧出 你看 也是宋經 那到至大是宋經 從經而後 法華三昧裡頭 就會有一個宋經的內容 所以這就是最重要的傳統 也是由天台中來創造 所以呢 大家要對這個宋經 也知道他是有傳承的 再來他是六根督色的修行 在大聖經典當中還說到說 宋經是一種苦恨 消业障 然後苦恨是什麼意思啊 就進步很快 因為你正在宵夜上 在修那個 男行男行之法 真的 你要好好誦經的話 是六根很忙的呀 巴拉巴拉 送過去的話 你打個萬想 你就跳行了 跳字了 隔字 蜡字了 所以你跟著誦 跟大眾念法不一樣 我發錯音了 你這麼一閃神 人家已經有兩句三句念過去了 你得一直跟 那就專注 帶領誦經的師父們 是功德無量 責任大 那也功德無量 我希望我們常做的師父 每個人都發心來學做 帶領誦經的人 你看 就修法了 以儀式來說 它就是一種六根 督色的一種統 全然起修的狀態 那你在這種狀態底下 你說你所圓最重要的一根就是眼根 眼根叫圓那個經典 讀那個字 然後把它唸出來 那麼這樣子的圓境呢 幾乎使得你的其他五根都收射在你 眼睛是靈魂之窗 所以這個呢 你說在聽 現場聽 世尊講經 當然也用眼根 但是只是說 瞻仰 看著佛 或者現場的其他 羅漢們 那你要跟著專注 這樣我想絕對 毋庸置疑 絕對價值很高 但是他不是在聽佛陀所講的道理 他不是在看佛陀所講的道理 因為佛陀那時候正用這個什麼呢 一音說法講出的時候 你就是直径耳根而已 你看的是佛的動作 佛的形象這樣而已 所以他並沒有就誦經的內容 被你眼根所射 所以你看舌根不用 眼根也不射 也不射那個經文內容 講經的內容 你看六根當中 現場聽經少兩根的作用 雖然眼根可以算是用一半 因為我瞻仰佛的莊嚴 也會有加持 這點毋庸置疑 那就是 就以經文的內涵的強化 內化跟理解來說 當然在現場佛陀在世 他的大加持讓你入禪定 聽完世尊講哪一部經 你就得法眼鏡 發菩提心 正果味 這當然毫無疑問 確實是這樣 但你要知道 這是因為佛在世 你才有那個福分 佛出世使我沉淪 佛入滅使我出世 懺悔死身 业障重惡 不見如來金色身 唉 我們當然我們希望現場佛前 即便是少了舌根 少了眼根的那個觀察文字 我相信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大加持 但是如果撇開了 你是真的在有那個大福報因緣 在佛前聽經講經的話 那你看看 從經以後 你能夠閱讀的 你自己在那閱讀 你在那做研究 你是拿第六意識在那起分別 你這個凡夫 你能夠研究得真正正確嗎 那參照古德 那哪一位古德你相應 那還得早一陣子 再來那可能是古德的意見 可是誦經不一樣 誦經沒有古德的意見在裡頭 我們誦的是經 我們不是誦註解 當然你也可能查查資料 看看詞書 了解經文裡的某個專有名字 是什麼概念 什麼道理 當然OK 可是你正在誦經的時候 你那個道理的內化成為 你知道是什麼 降而一路誦下去 它事實上是很精粹 一句接一句 一字接一字六根督色的修行 可以說僅次於在佛前 就是真正在佛前 這麼有強大加持力之外 的一種很善巧的修行 你坐常 沒有舌根 沒有眼根 也沒有耳根 只有身根 意根在作用 坐常 鼻根當然還是會用到 但是也不一定 它那個味道不是要讓你聞的 它要量時間用的 所以香不一定會太好 當然 它那個主司看前面 應該會用一點好香 但是禅堂距離有點大 你是不是就聞得到 那要看那個香的品質 但是更多的是 你坐在隔壁的那個禅盒子 已經三個月沒洗澡的那個味道 所以說你會莊嚴嗎 我不敢說不莊嚴 但絕對比不上在佛前大眾共同誦經 那種莊莊莊嚴 光這樣比就知道 好不好 念佛唄 念佛 眼根耳根 蛇根耳根 鼻根好了 點香也用 意根偶爾也用 专心聽 聽心寄清 念清楚 也用 但 身根就不一定要求要不動 它可以進行 它可以來去 哪可以静坐 它眼根基本不用 對吧 那它就沒有鎖圓境 所以容易散失 一串黑米就好而已 所以有人就要什麼 要用另外一個生根 什麼生根呢 去弄一條好念珠 歡喜的念珠來念 他就比較喜歡念 有人就這樣 現在用那個電子的暗樹的那個 我覺得太沒生命感了 那應該是拿來做總樹 紀錄總樹 這樣就好了 應該念佛還是要用念珠 一圈一百零八算一百 這樣子念的會比較完整一點 道人應該每個人都一手念珠 拿在手上 你不要有道氣 是這樣 好了 這樣你就知道了 所以說送經法門有多好 跟其他法門比起來 毫不遜色 而且直接對你是有效 好我們今天先講到這 希望大家多發心 我們下一個講次 我們繼續講 好 向下文常福以來人 我們回向了 不 就唱那個節哉啦 我們回向了 好